如果这个祷告的发明以后呢 就是每天都要修三次和四次的自己要接受四个关顶 神灵金刚的话就是 周月六十 白天三次 晚上三次等等 就自受关顶 关顶就是非常重要 如果在我们六十都有做 自己接受关顶 你很用心地接受 周月六十都有这样关顶的话 这个神灵金刚经里面讲的 你最一身重 你往生的时候 就是一定会多进出去 没有其他的修持也可以的 他说不需要其他的修持 意思就是你 每次就是三个小时之内 你想到佛菩萨 你想到众生 你想到本尊 每次就是要维持这个状态 一直在维持这个状态 虽然在中间一点点忘记了 但是呢 你重新再想 重新再想 同样的我们 一天由西金刚来讲的话 四次的接受关顶 撒迦牌的功课特别多 每个撒迦牌的喇嘛都忙碌一功课 每天都忙不完 每个就是很厚厚的一本 要守关顶 自守关顶 自守关顶 早上也自己要接守关顶一次 晚上也接守关顶一次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要进化 醉业 然后这个中间要忘记了 诸佛菩萨 忘记了本尊 忘记了终生 忘记了自己的阵营的话 就是要再次要不接一次 不接一次 每次都不 这样的话 一天四次不接的话 你不需要修其他的法 完全透过这个关顶的意识 就可以获得解脱 精神可以获得解脱 这个就是西金刚 虚里面讲的 石能金刚 虚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同样的 连华人大师也是有提到过 就是透过上世一家法 或者是金刚撒道的法门 一天修 就是四次的这种关顶 这些品没有抛解的污染的话 就这个人 就不用透过其他的修法 就是临终期间 一定会获得解脱